郭文貴議員 李委員早安 秘書長 還有廳長 我今天有三個面向 要跟秘書長跟廳長來探討 我第一個要談的就是說 行政法院 稅務專庭的法官 他真的對稅務了解得夠深入嗎 這是一個問題 據了解 我們行政法院有超過一半的案件 是屬於稅務徵送 在這個當中 人民僅有6.11%是勝訴率 人民勝訴的只有6.11% 這麼低的一個勝訴率 遭外界 戲稱我們行政法院是敗訴法院 凡是只要有關稅務訴訟的案件 那行政法院絕大部分都判決人民 敗訴 如為何稅捐徵送 常年高居民告官的一個綁手 民告官的一個綁手 就是稅務徵送 有學者是質疑說 勝訴率會這麼低的原因 是行政法院的法官 不懂稅法 甚至它是直接抄國稅局的答辯書 完全喪失公勇判決跟中立客觀的立場 秘書長你怎麼看 第一點就是 行政法院的辦理稅務事件的法官 我說那個勝訴率只有 人民的勝訴率只有6.11% 6.11% 這一個可能它的計算是有值得探討的地方 它是看似說全部勝訴的 那其實訴訟裡面有一部分勝訴 一部分敗訴 那如果加上一部分勝訴的話呢 這個比例在高居民國法院 那當然秘書長我知道 那就會提高了 就是說我們稅務案件的事實 它的背景當然很複雜 而且涉及財務會計跟稅法 那徵送的稅額 還有財閥的金額 平常來講 一般來講都是屬於高的 非常高 那對於民眾權益 它是影響非常的大 為了讓民眾有公平的訴訟空間 所以我們有設立了這個稅務專庭嘛 對不對 那我要請問民主黨就是說 稅務專庭設立了以後 我們是否有提升的稅務案件的辦案品質 還有加速這案件的審理 可以增進民眾對行政訴訟 這個稅務案件審理的一個幸福呢 稅務專庭確實是有幫助的 因為設立專庭以後呢 我們從102年1月開始 在這個專庭裡面有配置 具有財經稅務或會計專業背景的 這個司法事務官 來協助法官 對 那這個我知道 那我要了解就是說 因為我們 但是呢 我們現行的稅務專庭的運作 它只有做分案 沒有 沒有稅務法官專業培訓的 這樣的一個channel 這種管道 而且稅務法官的選拔 你們到目前為止 還是依舊是走這個論之力 其別的 傳統的 升遷的途徑 你這樣有辦法來鼓勵 有志於努力稅務裁判的法官 跟先進裁判的這樣的一個見解嗎 也有可能發生說 劣幣去除良幣的隱憂的 這一個情況 當然你剛才密度上有提到說 司法院在三所高等行政法院 你們是有配置 具有財經 稅務 或是會計專 專業的司法事務官 來協助法官 厘清稅務事件相關的財經事實 而且提供專業的意見 但是為什麼 還是有這麼多的學者專家 還有民眾 質疑行政法院的法官 不懂稅法 那據本席了解 第一個在德國有稅務法庭 他專門來處理稅務的法官 基本上都要訓練七到八年 那跟我們是否和這個行政法院法官 從普通法院轉過來 對於稅法相關訓練時間 甚短 那個差距是很大的 我記得我在去年 去年的元夜九號 我也是在這個地方 我邀請了 包括德國的 台大的 這個我跟台大的陳志榮教授 還有這個德國的 還有澳大 澳洲的 還有日本的 很多的這個學者 在探討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來走出啊 這個稅法的 白色恐怖的 一個公聽會 這裡面呢 就談到非常的多啊 有關於稅法的一個 陰暗面 那人民啊 要提起這個行政訴訟 基本上啊 這個武器啊 是不對等 一個跟政府機關在 打行政訴訟的時候 武器不對等 現在的公務人員 為了保護自己 可以 他對他所掌管的業務 的 具細明義 非常的清楚的 甚至那個行政命令 辦法 標準 他比誰都還清楚啊 但是他很少說 我探起頭來 看一看 你這個法律 有沒有違背了 憲法 或我這個法律 有沒有違背了 這個行政命令 有沒有違背了 法律 甚至他擴大解釋 很簡單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像我們原來這個 依照NCS的標準啊 就是說我這個食品的部分 像新竹米粉一樣啊 新竹米粉說 你必須要標示清楚 NCS寫得很清楚 你要標示 它的成分要標示清楚 不要欺騙民眾 沒有錯啊 但是呢 食藥署他居然可以做解釋說 你這個 你新竹米粉你要改名字 不是很笑話嗎 新竹米粉是一個品牌價值的問題 百年的傳統的產業 說因為你要標示清楚 所以你連那個名字都要改 是這樣的嗎 所以這個就是 稅法裡面最多的現象 就是這樣 所以一般人民跟 政府部門打官司 是很冤枉的 是很無奈的 這武器不對等啊 對 所以目前司法院有沒有考慮設立 這個稅務專業法庭啊 來專門來處理 稅務徵送的案件 有沒有 沒有 因為我們有設置專庭 有專庫 那其實這個意義就跟那個 德國這個稅務法庭 這個意義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專門的人 在處理這一類的案件 那因為他們的案件量的多 所以累積 食物上面累積這個經驗 非常的一個迅速 同時我們也扮演很多法官的 因為現在稅務機關 他要為了保護那些稅官啊 除了要保護自己以外啊 他是無所不用其極啊 那這個是法規的問題啦 那我第二個問題我要問秘書長就是說 我們如何來提高行政法院 稅務專庭的功能啊 他的方程喔 那行政訴訟制度 本來是應該以保障人民權益 為出發點對不對 好 那為了確保政府行政權合法來行使 但目前民眾遭遇到稅務機關 誤科 就科稅的科 或是侵害的時候 雖然有行政救濟的途徑可以走 但是判決的結果 勝訴的機率非常的低 讓民眾質疑啊 他是質疑說我們司法的一個公信力 反正你們就官官相賦嘛 那也有學者指出 行政法院擁有行政程序法 第117條的撤銷權 可以撤銷原來的處分 但是行政法院 卻以撤銷的裁量權 是在機增機關為由 也不願意扛起這樣的 重新變更的行政責任 而且依照行政程序法 第128條 程序再開的規定 以嚴苛的程序要件 來卡住人民再審的一個權利 以致行政程序重取再審的案件 一年不到一件 一年不到一件 哇你們行政法院生意很不好 那請問秘書長 對於學者專家 針對這件事情的質疑 你有什麼看法 那司法院要如何來提升行政法院的功能 來維護民眾行政訴訟的權益呢 行政法院保障的是人民合法的權利 不是說保障人民的權益 對 合法的權益 那你必須在合法的前提之下 那才有這個保障可言嘛 那所以我們還是會加強 對於法官的在職的一個訓練 不管從法官學院的各項的課程 還有他們各個行政法院 他們有每個月都有定期的 法官之間的討論 還有法律的座談會 溝通法律上面的見解 那這些都是可以來提升 有關於稅法的事件的一個審理 那同時研修這個不合時宜的法律 如果委員從大法官解釋來看的話 幾乎絕大多數都是有關於 稅法案件的這個違憲的一個解釋 那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稅法本身的法規 第三個問題我要跟秘書長就教的就是說 我們基於這個平等的原則 那是限制效力 因極於未遇在審期間的當事人對不對 那目前我看那個報章雜誌在報導 美國商會啊 2015年商業景氣調查顯示 干擾美商在台營運的十大因素之一啊 就有四項是跟法規有關了 其中法規解釋不一 法規不合時宜 名列前茅 完善周全的法制制度 正確的適用法律 淘汰不合時宜的法規 跟經濟的發展其實是息息相關 那去年本席在委員會的時候 也曾舉這個文靈院都更濫為例 指民眾申請四憲成功 他申請四憲成功啊 但是呢 官司卻輸掉了啊 就不合理嘛 就四憲成功 結果官司輸掉了 那大法官終於在2014年 10月24日去年 10月24日公佈 4至725日解釋 要求法院不得以法令仍有效為由 駁回再審 應待修正法令通過後 依新的法令裁判 那我想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喔 這樣就解決了長期以來的 實務上的困境啦 使民眾在訴訟權益啊 他更有保障 但是 關於解釋效率 解釋效率的部分 我國的四憲制度 是採取不涉及個案的抽象規範審查 隨著四憲實務的發展 那目前大法官的解釋效率 他不僅急於原因的案件 亦急於解釋公佈前 已經提出四憲申請的所有的案件 那我要請問秘書長的就是說 如果判決已經確定 但 卻未提出申請四憲的 他這個判決已經確定了 但他沒有提出 四憲申請的其他的當事人的權益 我們要如何保障呢 一個就是說 我申請四憲了 結果 法律上呢 的問題 就判決 就輸了官司 那一個就是說 我這個判決已經確定了 但是 大部分都沒有 沒有這個條件 也不會想到說 我去申請四憲啊 那他當事的權益 我們要如何保障呢 那我們四憲制度的目的 既然是包含 維護法治序的一致性 那麼 基於平等的原則 未遇再審期間者 未遇再審期間者 是不是我們也應該 容許當事人提起救濟呢 這好好去做一個思考 對不對 我今天講的都跟談稅法 因為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稅務機關 他們在執行的過程 把雞毛當令箭 甚至呢 預約的 這個法 法律的規範 像這些 一定要透過 行政法院 的稅務專庭的法院 來 還他們的 清白 跟權益嘛 維護他的權益嘛 結果現在不是啊 你們因為法官的 稅務專業的知識不足 就是抄啊 就抄這個 稅務機關的答辯書啊 所以難怪你那個 那個 勝訴率啊 只有6.11% 笑死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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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